长厨 今天我们学做名气走南闯北的金酱肉丝 首先我们要将豆腐皮切成四方形 在放有豆腐皮的碗中注入适量的温水 去除豆腥味 将洗干净的大葱切成葱丝 洗干净的黄瓜切成丝 将洗干净的香菜切成段 还要将洗干净的里脊肉切成均匀的细丝 在切好的肉里打入鸡蛋 放入淀粉拌匀 腌制十分钟左右 在热锅里放入油 烧至五成热 放入腌制好的猪肉丝 炸五分钟左右 变色的时候捞起来 在热锅里放入少量食用油 倒入甜面酱 注入适量的清水 再放入盐 鸡粉 搅散均匀 最后放入猪肉丝 迅速地炒开 这时就可以取出 事先浸泡好的豆腐皮 将炒好的肉丝 放在豆腐皮上 卷起卷 最后将卷好的豆皮卷 放在盘中就可以了 金酱肉丝就做好啦 你学会了吗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掌厨